如果接下來是像他那種告白方式 就跟你聊十天 然後見面他就直接親上去這樣 但我其實也滿像那個姊姊 因為我以前有喜歡一些男生 他們不喜歡我 我也是一直狂送東西給他 你也是那種付出型的那種 對啊 也是要遇對人 如果看對眼的話 是女生主動 你也覺得OK 那你就是你出社會到現在 大概有多少個女生主動 他可能算到節目都結束了 應該是不親了吧他 小哥 你沒有問綠茶還會想 你沒有問綠茶還會想 綠茶哥 好現實 請問一下你出社到現在 你被多少個女人拋棄過 我還想回家的問題 好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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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好啦 不過的確有些人 是很容易會害羞的 就是說連世愛也要等到15年 然後不敢大膽的表現出來 所以就問一下米莎小姐 幫我們公布一下 就是哪些星座 一旦戀愛就藏不住想法呢 那這題可以參考你的太陽星座 還有你的月亮星座 好 首先你的想法藏不住的第三名 我們有在現場就是可通 水瓶座 怎麼說呢 懶得曖昧缺乏浪漫 我覺得水瓶座有個特質 就是水瓶座的女生 她內心住一個男的 水瓶座的男生 內心住一個女的 就是有一點不男不女 所以水瓶座的女 兩人很喜歡做男生的行為 比如說我追你 或是我送禮物 我請客 這是水瓶座女生 特別愛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水瓶座的想法 也是很開朗 就是說如果你喜歡我 我們就走在一起 你不喜歡我那也沒關係 我接受 所以這樣子其實可以省下 跟錯的人勾勾的時間 沒錯 行不足的第二名也是有在現場 我們剛剛好想要講 摩羯座 怎麼說呢 給他一槍斃命 對 控制欲強給人家壓力 我們常常會覺得摩羯座 好像對於經營關係也是很努力 做好多事情 迪士尼 請吃飯 但其實摩羯座 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別人的感情 或是情緒 他跟你說他不開心 你就會想要去幫他解決這個事情 可是你沒有在聽他說話 對 會讓人家給人家一種說 你控制欲很強 或是說你又在說教了 大男人 那我要怎麼辦 你就是 你就是 聽嗎 這麼殘忍 我用煙幫你 不要說教 先聽聽人家為什麼不高興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戀愛中想法特別藏不住的星座 有誰呢 第一名就是牡羊座 當然是牡羊座 還蠻奇奇 他臉美色容易看穿 牡羊座他為什麼想法藏不住 因為他沒有要藏 他就是喜歡你 然後他看到你就流口水 那談戀愛不就是這樣嗎 我看戀你的美色 我看戀愛就是中風嗎 戀愛跟戀愛 戀愛的張力 這就是談戀愛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牡羊座 如果他喜歡你 他就是趕快想要抓著你 熱吻一把 他就會直接問說 我喜歡你 你要跟我在一起 這一種 牡羊班之間 OK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對啊 網上還有一名沒有公布的 麻煩又雲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最後 就是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啦 就是不會勉強 自己變成對方喜歡的樣子 這站非常重要 只有21.2% 好 有網友就分享 就說呢 自己跟女朋友呢 原本還是朋友的時候 大家都很尊重彼此嘛 不過交往的時候 女朋友就說 其實你很多女性朋友 我會覺得有點沒有安全感 我希望你跟他們保持距離 但是他也很直接 跟他的女朋友說啊 我是不會因為你 跟我的朋友疏遠 不過呢 他做了一件讓女生 非常有安全感的事 就是把他的女朋友 帶去他的朋友圈 介紹他的女朋友 給他每一個朋友認識 所以最後他的女朋友 跟他這些女生朋友 也都變成好朋友 那當然就相安無事啦 好啦 遇到不滿 就直接開口 是不是反而能夠 避免很多紛爭跟爭吵呢 會嗎 可通 你是直接不爽 就會跟他講哪裡不爽這樣 我會耶 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劈腿的一個男朋友 他的個性就是很容易跟大家很好 有一次我在 他是香港人 然後我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有一次他來探班 然後他就跟現場其他的模特兒 也聊得很開心 然後就跟其中一個 我其實就只有那天工作 遇到他的模特兒說 你如果來香港一定要來找我 果然那個我也不太認識的女模特兒 就在那一個月就去了香港 真的去了香港 然後我的那個男朋友 還請他出去吃飯 這不覺得有點扯嗎 很扯耶 沒有啊 只是盡地主之宜啊 那我想說 那我像左鄰右舍 就是勤夾別人要去香港 你全部都要請人家吃飯嗎 也不是這樣吧 你看綠茶臉 皮膚說坐在哪裡 可以這樣嗎 不行 綠茶的感覺應該是 沒關係 反正多多欲善 對不對 多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他就真的是超多摩擦 很容易生氣 因為他就是很容易 跟我身邊的女性朋友 都太好了 這樣不行 然後我遇到我老公的時候 我老公就是讓我非常有安全感 他就是我第一次有遇到一個男生 是我傳訊息給他不用先想 我會不會吵到他 因為我在想要傳訊息給他錢 他就已經傳給我了 到現在也是 他就是會早上問早啊 中午吃了沒啊 就感覺很好 但是我老公也是講話非常直 會讓我很受傷的人 像我記得我剛生老二的時候 然後就還是有點手忙腳亂 然後我就在紅弟弟的時候 就對他很兇 覺得他怎麼都不睡 整個晚上我已經好幾天都沒睡好 你怎麼還就是不睡覺 我就對小孩有點兇 然後我老公就把小孩搶走 然後去他房間關起門來 然後說他自己要哄 然後他就罵我不配當媽媽 對小孩那麼兇 你老公講話真的很 他真的很特別 可是外國人講話 他集合人很好 但講話很難聽 比他直 他不是中文不好 我不知道 可是他還是 但我聽得很不爽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不能這樣講話 媽媽這個身分就是對我們 是一個很難的一個挑戰 我們就是已經想要做好 但是在沒有做好之前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 那麼直接的方法嗎 這樣會讓我整個也情緒失控 然後那一次我們就大吵一架 然後我還我記得我還踢他 然後踢完他之後 他隔天就說他走路有點歪咖 他就講說還好我是女的 我如果是男生提人家的話 就太不好了 對 不過現在應該摩擦都比較少了吧 就互相了解 現在真的是很能夠忍耐 如果他再講不好聽的話 我就覺得他不要聽就好了 他一定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說真的很常講一些 會下地獄的話 真的嗎 可是他內心覺得沒什麼 對 他的分量不是你聽到的這樣 所以你不用太走心 有有有 那真的你遇到情侶之間吵架 你會講開來嗎 其實職球對決的時候我也有遇過 可是我們常常會有 就像你15年 就會有種心軟的感覺 像我有一任是恐怖情人 我到後來才跟他分 然後但是中間我們 淤淤回回很久 像一開始我們 我第一次發現 他有情緒問題的時候 因為平常兩個人相處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有一次我們去台南玩 然後我的高中同學 一群人這樣去住民宿什麼的 一切都好好的 白天然後就玩完回來 民宿的時候 大家就會輪流各自去洗澡 然後男生就在公共空間 然後就喝酒喝啤酒聊天 敘舊這樣 可是沒想到他就是洗完澡出來 就大發雷霆說 然後全部人都嚇到 因為當下也沒有其他的女同學 就是男生哥們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你趕快去安撫他 趕快去 然後就安撫他 那是第一天 所以第二天之後 就是大家都尷尬尷尬 回到民宿也都不敢聚會 所以我就覺得天啊 後來某一年去北京工作 然後他有飛過來 剛好遇到聖誕節 有一些紐約的外國朋友 也來北京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又一群人 那這一次更糟 就是外國朋友 他不會講英文 所以我就想說 不能讓他覺得離開 就是一定要 時時顧著他 我就讓他坐我旁邊 要一直牽著手 然後聊天的時候 也翻譯幹嘛幹嘛的 對 但是到最後 他還是覺得說 天啊 這個局好無聊 整個生氣 就站起來 然後就衝出門 而且12月的北京 很冷 很冷下雪 然後又是髒髒泥泥的 又霧霾 然後一衝出去 我根本找不到他 當下就覺得說 不行在一起了 就是我知道 他情緒上面有問題 再講也沒有用 所以就約說要分手 然後就坐下來 聊了好幾次 每次都是說 他是因為 因為其實我也體諒 就是說他不會英文 或者是說 他沒有安全感 他有認錯就對了 跟你解釋當下的情況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你脾氣好好喔 真的喔 對啊 所以我就心軟了 但是 我也會這樣 你也會 我也會這樣 你會怎樣 也是說 坐下來慢慢聊 慢慢講 那後來你就有順利分手 後來最後一次是我去新加坡工作 然後他就看到 我發一些照片 他知道同劇組 有哪一些模特演員還幹嘛的 我們有一起出去吃飯聚會 他就打電話說 不准我出去 要不然他要飛過來 好可怕喔 壓力好大 我就覺得真的受不了了 不行 然後我就先安撫 然後掛掉之後想說 因為分手 用簡訊分手很不堪 但是我還是錯了 因為我覺得太可怕 見面可能我自己又心軟什麼的 然後他就收到了 他就回了一封就簽字的 好可怕 然後我身邊所有人都罵了一頓 因為我去新加坡的時候 有帶我媽媽一起去 他也把我媽媽罵了一頓 我就覺得這個人真的是很 真的 對 然後我就好 他就把我封鎖了 說感謝老天爺 真的 就這樣結束 自動離開你 所以有時候不是真的 我們不知道 就是心軟 心太軟了 受傷的是自己 真的 真的嗎 她是在講以前那些 對她心太軟的人 然後那些人都受傷了 都受傷了 好可憐 好 不管是職球式的戀愛 或是這種曲線式的戀愛 就是遇到感情問題 真的還是要好好溝通解決 最後請米少傑來幫她 大家測一下 最後近期會容易遇到 什麼樣的感情瓶頸呢 這一題是不管你有沒有對象 都可以來測的 好 首先這裡有1 2 3 4 4張牌 我們來注意看一下 1的話呢 是一隻貓咪 牠背後有黑白的柱子 穿著紅色的袍牠坐著 2的話呢 是有一隻貓咪 牠好像在夜行 手上拿了很多的劍 3的話呢 是很多的貓咪好像在打架 4的話呢 是有兩隻貓咪被拴住了 然後上面有隻超大的貓咪 好 1 2 3 4 根據你的直覺 選擇一張最像你 或者是你跟你伴侶之間關係的牌 好 請舉牌 1 4 1 1 1 3 2 3 2 你會選1的耶 所以先看2 如果你選到2的話呢 最近的感情的指數是 感情障礙是百分之三十八 其實偏低耶 很低的啊 怎麼說呢 言辭閃爍 必中就輕 你跟你的伴侶呢 可能會處在一種 雞同鴨獎的狀態 就是說你問他今天去哪裡 他說他今天午餐吃便當 他其實有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但他不想回答 因為他怕回答你會生氣 所以就是說 他知道你會生氣所以他就會延遲閃爍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你如果遇到這種 你覺得他怪怪的 但是說不出哪裡有問題的對象 我會建議你呢 你要先扯好不好 他真的是有一點貓膩在裡面喔 貓膩 好 接下來3 選到3的話呢 最近感情障礙指數是百分之六十 我覺得也是偏低喔 忍戰熱潮意見不合 我覺得會吵架總是比較好的 因為吵架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嘛 就代表說 你們還是想要彼此互相理解 好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話呢 如果抽到這樣牌 你喜歡的對象可能是 競爭率很高 有很多的對手 所以你自己要主動出擊啦 不要被人家搶走喔 一個不留神 他可能就不在架子上了 OK 接下來1也滿多人選的 1現場好多人選 我們來看1吧 感情障礙的指數 這好滿高的耶 怎麼會 百分之九十 平淡如水 相敬如冰 真的啦 滿相敬如冰的啊 對 很獎禮 對 但是那麼獎禮 好像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我當初為什麼會喜歡上這個人呢 久了之後就變成是 一起叫外送平台的夥伴 對 所以可以做一些儀式感好不好 重養你們熱戀的這種感覺 好 那如果你是單身的話呢 所謂的理多人不親近 講的就是你啦 你太有禮貌了 男生女神不好親近 所以稍微可以顯露自己 多一些讓人家了解你喔 好 我們最後呢 我們在現場我們綠茶選的是四 這個感情障礙指數呢 就是一百分 一百分 比九十更高的 好厲害 好厲害 誘惑過多心不在意 好準喔 什麼呢 到底也不一定是說他就 伴侶就外遇了 而是說他發現有其他東西 更讓他快樂 比如說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啊 打電動啊 看漫畫 都比跟你在一起快樂 你會這樣子 好啦 但是如果你單身的話 需要這張牌 要小心飛而撲火的感情 你就是知道 對方沒有那麼喜歡你 在你還可以控制的時候呢 還是趕快先離開 會對你比較安全喔 趕快測場 練明莎小姐 不過說真的戀愛 如果你是那種直球式的 還是這種 這種曲線式的 就是看每一種方法 我覺得優缺點都有 也要看你的對象 適合什麼樣子 對方如果有的是你太直球 他就可能就會閃了 對 有的女生也會覺得 你怎麼唸你妞妞妞 拖太久 拖太久 他也受不了他也就走了 對 所以你要看另外一半 他適合是怎麼樣的相處之道 你才去用什麼方法去追他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莫能歡迎送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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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